我告诉你 他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他告诫的报应 你快点 你很得意是吧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是不是 余芷他奶奶根本就没有叫我们 今天 今天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那个好姐姐的妈妈搅乱了宴席 是我安排的 怎么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潘月她是个病人 你竟然让我和你一起去利用她 利用一个病人 小姐是你姐姐 姐姐 你别以为今天我在林董上面前 叫了她一句姐姐 我就真把她当姐姐了 演戏别当真 我才没有长得姐姐呢 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小姐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从小到大 你要什么有什么 她却一无所有 还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你知道我有多对不起她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点 骑马的同情心 我什么都有 我有什么呀 我才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告诉你 她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她告诫的报应 你可混蛋 我打我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爱过她 今天没有很高兴 你居然出手打我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我再也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你怎么办 我一直说 我来 我还没有我 妈 我没有蝴蝶 媽 不要 我要去饭店找蝴蝶 已经很晚了 我要找晓圆 我要去找晓圆 你听话好不好 已经 我得找他回来 我们改天 我找晓圆 我们改天去找蝴蝶好不好 来 我是最想找不回来了 你听话好不好 我要去找晓圆 很晚了 已经很晚了 我改天去找蝴蝶好不好 我去找晓圆 乖 听话好不好 小杰生气了 小杰生气 小杰好可怕呀 好害怕 小杰好 好恐怖 小杰生气了 小杰生气了 月月 月月 看我是谁 小鱼 那你看这是啥 蝴蝶 我可以给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杰每天照顾你啊 很辛苦的 还要赚钱 我们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让她生气了 小杰对于小鱼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就算别人对她有什么看法 我也不会在意她 好 好 那我们一定好 好不好 好 拉钩 拉钩 给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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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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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我们家高捷不一直都是小脏羊啊 怎么今天变蝴蝶了 你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 也没骂我 我骂你什么 今天宴会被我妈妈搞砸了 董事长一定很生气吧 你是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 觉得丢脸而生气呢 还是因为 你觉得我的家人会对你的妈妈有看法 所以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好保护你和你妈妈的尊严 都有吧 这件事情我跟奶奶已经深度地聊过了 她不在意这件事情 真的吗 奶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威严 对小北也非常严厉 再说了 你是她孙媳妇 她疼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撑起呢 跟你说正经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好了 奶奶对小贵们都很慈祥的 你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做我美丽的新娘就可以了 好吗 嗯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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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又来找我爸诉苦啊 也是 你妈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一折奶奶肯定叫你滚蛋了吧 干吗 在于家吃了鞭 来 放手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妈打的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还有 高海这个爸爸我可以不要 我本来也没想要 但如果下一次 你再继续利用我妈伤害我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吓唬我这次 我就会怕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别惹我 我只是想提醒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不要试图采泪 那我也警告你 像你这种隐瞒实实的感情骗子 于家是不会接受你的 于是早晚有一天会看清你 回到我身边 于家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 跟你想得正好相反 于家 于家的奶奶 非但没有因为我妈的事 而生气 反而更加心疼我的处境 你的处心几率 只会让于家更加舍不得我 我看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保证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你脸怎么了 这是谁打的 还能有谁 高洁 为了他 爸爸已经打过我一次了 现在他为了他妈妈 居然还上门来打我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屈辱我 你爸爸居然为了高洁打你 太可恶了 这笔账我给他记下了 卉卉 你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白挨打的 我能想到的办法我都用上了 可是鱼之客高洁他们俩还是好好的 妈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真的是有点泄气 我到底雷点比不上高洁吗 卉卉 你如果决定离开瑞华 妈妈保证你在别的公司 会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如果你不甘心认输的话 你必须振作起来 你的软弱 会让别人更轻视你 妈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那好 妈妈今天送你去公司上班 我要让他们瑞华的人知道 你是吴小慈的女儿 我可以让你这一天 你会不会让他们结束 你会不会让我来 你会不会让我来 我可以把你当地的女孩